演艺界名人就是共产党的尿筒,权力交易的兴奋剂,官商勾结的桥梁,每个人都是自私,懦弱,无知的,所以每个人都有罪,被共产党所利用,那种隔扫门浅血,坏人会遭报应的画像安慰剂让人成为垃圾一带,还不从爹亲娘亲不如党亲的教育中觉醒,就不配做人。 七哥遵守戒律,所以才自信自省,叫误觉醒,有戒律,就知道什么不能做,什么必须做。 新中国联邦人每个人都是觉醒的人,醒悟的人,受上天照顾,没打疫苗,我们对上天充满感激,我们在帮助兄弟姐妹体面,有尊严,真实地活着,不用谎言,不用讨好别人,不用装可爱,我们很开心。 我们用真诚,用爱,用行动,彼此相爱,彼此相中,彼此珍惜,而不是用金钱,性贿赂,权力地交换。 所有的财富,所有的一切都是靠占有的努力,公开透明地在市场上,社会上,不影响任何第三方利益,不伤害任何一方的情况下获得的。 我们的快乐,健康,财富都是在给社会更多快乐,更多健康,更多财富的基础上拥有的,而不是掠夺别人的幸福。 健康,快乐,财富,这就是新中国联邦。 不要回头,不要对跟不上的人留恋一秒钟。 放下,接受,走向未来。 永远相信明天会比今天强,下一步一定比今天强。